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做一期黑裤子的专题 那黑裤子这类单品我相信 不管你是学生党还是已经工作的同学 是你的衣柜里面必不可少的一类单品 而且我觉得黑裤子这一类单品真的很神奇 就是不管你衣柜里面有多少条 总觉得还不够多 然后总觉得说最满意的那一条还没有买回来 所以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两年买过的一些黑裤子 然后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身材身形 我的身高是一米六八 然后我是属于一个偏离型的身材 就是我腰这块会稍微比较细一些 然后当然我的胯很狂 那我其实之前有拍过一期牛奶裤的视频 我和大家说我是离型身材 然后有很多弹幕外评论都说 我这个不是离型身材 我想说离型身材其实不在乎胖瘦 并不是说屁股上或者说腰上 有很多的女生就是离型身材 然后看着没有什么肉了就不是 离型身材是说它的一个腰胯比会比较的小 就是说它腰围相比苹果型 或者说H型身材的人都会小一些 所以说如果你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比例的话 那其实你就是离型身材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条图子开始说起 然后第一条就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 并且我也给很多人推荐了 而且他们都很喜欢的来自于COSS的这条神裤 它的版型是有一点点偏萝卜型 然后有点哈伦 然后但是总体来说又会很直筒的一条裤子 它的面料是100%的锯质纤维 所以说在整个面料的垂度上面和清肤度上面就会非常好 那这条裤子可以说是我觉得最适合于上班通行的一条裤子 大家其实可以看我已经把它不小心有一天从哪都已经穿破了 但是我到现在为止还一直穿着它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一个裤子 它的一个腰的设计还是挺高的 并且我非常喜欢它这个腰围的这块很宽的这个扎边 这样的话其实你在穿一些衣服啊 或者说当你今天感觉你吃了点多的时候 你坐下它就会很好的包裹住你这块 让你肚子这块显得不会很尴尬 然后看这个胯这块搬的这种哈伦裤 或者说稍微有一点点偏萝卜裤的裤型 如果做的不是很好的话 它你穿上它这块就会就是给它这样稍微有点张开 其实在视觉上面也会放大我们的胯部 让我们的胯子显得更宽 但是因为这一条裤子它的一个扎边会比较深 所以说你这样穿上之后它就算你胯会比较紧 它这块也不会这样扎开 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理性身材的女生是很友好的 然后整个裤衩我很喜欢在这个脚踝的上面一点点 这样的话其实像冬天啊什么的 我去穿一个这样的黑袜子下面配一双这种黑色的lover 看起来就会非常显得脚踝这个地方很细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裤腿的扎边 其实和这个腰的扎边 它的一个宽度都是差不多的 就显得整个裤子会非常的有垂感 这样子垂下来 其实他们家这个裤子出过好几个颜色 就比如说像黑色 酒红色 墨绿色 还有紫色 那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最使用最百搭的肯定是这一条黑色 其实靠这家东西它出过一季之后就很难 来年再出一模一样的款式 但是非常幸运的是这一条裤子现在还在出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去买一条 我觉得真的是你要是把它小心穿着的话 可以穿很久很久的一条黑裤子 那第二条呢是我在Winx买到的这一条脱地的阔腿裤 然后但是它的这个形整个来说不是特别阔 就是还是会看到是比较直筒的下来 这条裤子它的一个面料 和刚才那一条COS会稍微有一点点像 但是手感上面摸起来会比那一条更扎实一点 因为它的垂直感和它的一个整个版型 我觉得穿上之后就非常非常的显瘦 你上面不管是去搭配毛衣啊 还是衬衣都会很合适 那这个裤子我当时试了之后 真的是很喜欢 当时是买了一条这个黑色 还买了一条浅色 一直到现在 如果我觉得我这件上衣 如果找不到一个和它搭配的 比较完美的下装的话 那你把这条黑色的阔腿裤拿出来和它搭配 就完全全没有问题 就还是来自于WINS 然后它就是有一点点这种8分9分的直筒阔腿裤 这条裤子它是含有32%的羊毛 所以在厚度上面会比我刚才那样建更厚一点 但是它的这个羊毛含量因为不是特别高 所以它的手感上面还是非常好的 并且它的一个阔形也非常好 像这种裤子的话 其实我觉得在夏天穿就会稍微有一点点热 然后如果说像这个初秋中秋的时候 大家可以下面配一双平底鞋 然后露出一点点这个脚花也没有关系 如果说到了冬天之后天气比较冷的话 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去穿一双这种高筒靴 像这种裤型的话去配这种高筒靴 真的是非常完美非常好看 接下来说完了刚才的这条WINS的八分裤腿裤 和大家说一下这个 这条是来自于靠左的裤子 然后这一条其实我对于我这种理型身材人来说 我不是很推荐 我只是想把这一条和刚才的这一条WINS和大家做一个对比 其实大家可以看这个形和刚才WINS那个是差不多的 但大家可以看到当我的胯这块合适的时候 这个腰这块就是有一点点支弄 然后它不是很贴合 其实这个就是我说的 他们家裤子对于离型身材女生普遍的一个问题 但其实这条裤子出去腰这个地方下摆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地方我觉得还是很完美的 所以说如果不是那么介意腰部贴合程度的女生的话 这条裤子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然后WINS的这一条是有32%的羊毛 然后COS的这一条是98% 将近100%的羊毛 所以说手感上面来说 其实COS的这一条会更渣一点 虽然说在这个价钱上面WINS有可能要比COS贵个大概一倍左右 但是我觉得像你如果能买到一条这种衬心如意的黑裤子 它真的是可以陪伴你穿很久很久 刚买到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条来自于韩国的Anderson Bao这个品牌的裤子 它其实是一条黑色裤腿裤 但是它的特别之处是在于它有很多的设计小细节 就比如说它腰部的这个抽绳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白色的走线 再加上它这个脚腕处的这样的一个抽绳 那其实你把这个抽绳取到之后 它就是一条非常直筒的长裤子 如果说你把它扎起来之后 它又会稍微有一点点运动的风格 You got time, I do too You're so divine, to tell the truth You're so pink, and I'm so blue All I want is one of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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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条是我去年收到的 来自于一个韩国品牌 是Kinder Salman的这条裤子 它其实是一个藏览 它的面料摸起来会更稍微硬挺一点 并且我其实最喜欢它根部的这一个设计 然后就几个扭扣给它扣起来 整体的设计感又会变得非常高 如果说前面的这一些黑裤子看起来都是会非常的安全 非常的保险的一些设计单品的话 那这一件我是觉得说它的接受度很高的同时 又会有自己的一些设计的小心资在里面 大家可以看出来它的一个扎边就会比刚才的那一条COS更浅一些 并且它因为整个面料会更加的硬挺挺阔一些 如果说你是属于腹部肉特别特别多那种女生的话 我其实不太建议这条裤子因为这条裤子它可以让你这块就是变得更膨胀 然后整个视觉上面就会显得你的肚子会更有肉 那其实这条裤子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一个裤脚下面的这个设计 就是会有三个扭扣这样扎起来 其实我觉得就如果我们买了一条平平无奇的裤子 我们其实可以运用同样的这种原理 我们可以自己给它去缝三个扭扣扎起来 我觉得一条特别普通的裤子就会变成一条稍微有设计感一些的裤子 配了还是这种黑袜子和一双马丁靴 所以这样整个看起来就会让整个人显得会平衡一些 那好了以上就是我今天介绍的几条我拥有的非常满意的黑色裤子 那其实在购买的时候我也有一点记得小心得吧 我所接触到的这些做裤子的品牌里面 我觉得WINS是对于我来说做的是最好的 因为它的黑裤子的这个版型的选择真的很多种多样 基本上你在WINS可以找到任何自己比较喜欢的裤子 并且因为WINS它就是做这种职场职业的一些单品 所以它的一个裤子的面料选择 扎边还有它这个腰服的包裹 都是做的非常非常专业的 并且我觉得他们家裤子的这个设计真的是 非常非常地适合离形身材的女生 那好了以上都是我的一个分享 然后希望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帮助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